想知道裡面的數字有幾個 再來就是把數字有幾個做完 再延伸出去再把數字的部分抓出來 你可以分兩階段 你第一個寫得出來 第二個你就寫得出來 怎麼做 一切到visual basic 二的話我們就寫個回圈 把每一個字 你可以先分兩階段 第一個回圈就是每一個字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做for 用forJ好了我習慣 第二個就是再把每一個儲存格跑過 所以會有兩個回圈 第一個回圈是這裡的每一個字 那我習慣就是 也許這邊是forJ好了 從第一個字到這個什麼 到它總共有幾個字 我剛剛是輸入5 不過它不是每個都是5 所以你必須用什麼 用len包在外面 然後跟它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 A2這個儲存格 它裡面有幾個字 剛好它算回來5 5個然後放在那邊就1到5 OK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每一個字每個字判斷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enter過 然後按個TAB鍵 再來判斷它是不是在 它的每一個字是不是在 那個就是47到58之間的 是不是數字的意思 所以if 如果呢 做什麼呢 那我再切它每個字 怎麼 切的話就用mid mid刮弧 把什麼字切出來呢 把一樣這個 就是sales的第二列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 幫我切哪一個字 豆點 切第幾個字 第追這個字 然後豆點 它要說幾個字呢 也要一個字就好 有沒有 然後後括弧一下 那我就抓到什麼 所以這個如果進來1的話 它就抓到excel1 那我要把它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的內碼 所以特別注意 內碼在那個V 在excel是用code 可是在VBA裡面 它那個函數名稱不一樣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 打一個VBA點 這個VBA點 打不打都沒關係 打也可以不打也沒關係 也可以 然後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一個asc 這個asc第三個 就是判斷內碼 其實就跟call一樣的意思 將來如果你不知道說 excel裡面有多少的函數 我先不要講按F1 在asc上方按F1 它就跳出什麼 跳出這個excel裡面 裡面提供給你的所有說明 說明在這裡有沒有 裡面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有個所謂的函數的這個函式 其實它翻譯成函數 裡面的所有的函數都在這邊 有蓋觀 然後這邊所有的函數 你可以點進去 不過如果你要把它學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都了解的話 恐怕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當然這個我大概給各位 這個有點像磁點 你不需要特別去背 但是如果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按F1去查詢 然後再來的話 我外面包一個刮鬍 然後裡面就給它這個字 比如說1這個字給它 它回來的話 那也許就是剛剛說66吧 如果1的話大寫1 那它就幫我查一下 只要retend一個數字給我 那個數字的話 就是會按照ASKEGO內碼表 比如1 它就幫你查表 查到應該69 它就把69丟回來給我 那你可能要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是不是在這個 剛剛講小於47 跟這樣大於47 而且特別注意這個應該要交集的部分有沒有 到58 兩個有交集 所以有交集要用end 沒有交集 比如說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你要偶爾 有沒有 交集跟連集 OK 這兩個可能要知道一下 那我們寫法的話 就是說這邊空一個end end就是交集 那再來你可以把這一串 複製到這邊後面 為什麼用複製呢 因為直接 這邊改一下 大於47 後面的話就是小於58 空一格之後 then 打個then 然後做什麼 如果4的話 這邊打個andif andif 有頭有尾 那就把什麼呢 加一個count c-o-u-n-t 這個變數名稱之一取沒關係 你叫其他名稱叫c也可以 c等於 c加1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c它是個變數 預設值可以給0 那如果說它4的話 它就幫你加1 幫你加1 最後的話 加完之後 你就把這個數字結果 丟到這邊來 丟到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用range好了 因為它不是要回圈裡面 我習慣 外面的話 絕對的 就給他跟他講說 幫我丟到b2 這個儲存格裡面 丟什麼結果呢 丟這個c的結果 幫我跑完回圈之後 把這個c的結果 丟到這裡面來 看一下 子齊 0個 為什麼 因為裡面沒有數字 對沒錯 但問題只有一個 其他怎麼辦呢 其他一樣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再來怎麼樣呢 把這個回圈 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只有跑一個哦 我要跑這麼多個哦 所以一般習慣這樣 你可以在c等於這上面 多按幾個enter沒關係 再打一個什麼 for 剛剛是for 所以現在改成for i 等於 2 2指的是列 第二列到第九列 所以就第二列到第九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et OK 那這個意思就是 我在這個範圍裡面 幫我抓儲存格的資料 OK 接下來的話 再把這一串 搬到這裡面來 這可能比較困難哦 OK 不過特別重要的 大概細節就是 拖拉我的習慣 拖拉過來 放開 但是因為它兩個for 兩個net 看起來 其實會不容易辨識 所以習慣會 把裡面這個for 跟這個net 按一個tap 有沒有 你會發現我都有縮排哦 這個縮排 當然你不縮也可以 只是說你說了 看起來會非常清楚 比較不容易寫錯程式 好 那這樣再來還有一個地方哦 有沒有 for i 我們剛剛不是什麼 sales這個第二列 所以這個列號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改成i 這個改成i 也就是sales第二列的i line 全部都把它改成i OK 然後最後 寫完了 是有這麼簡單嗎 真的嗎 OK 這個換行部分太多了嗎 把它delete掉 這樣應該OK了 好 當然再來的話就是try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是第一階段裡面的 第二階段實際上哦 只是包一個那個 哪一列到哪一列的這個範圍的列號 把這個改一下 其他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OK 所以會改吧 所以你要程式寫得好 反正細心 然後該做的做 不要太多動作 還要呢 真的因為這要完美的哦 錯一個地方都不行 OK 所以剩下來哦 你要看這沒什麼 錯一個地方 就是會有錯 bug 那再來的話 我們run一下 我理論上我看一下 應該這樣run 不ok呢 不ok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都是b2 所以應該怎麼樣 把這個應該改成什麼 這個就不能用range 最好這個要用什麼 用sales sales的哪一列呢 d id 因為它隨著變 但是是b欄 它上面是a欄嘛 這邊是b欄 然後 但是你放的位置 不能放這裡吧 應該要放哪裡呢 應該要放在 迴圈裡面 你如果放外面的話呢 這個它不會跟著動 你一定要fornet裡面 它才會跟著動哦 這個基本概念 哎 放對位置 這樣子的話哦 程式應該就OK了 所以你會看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差一個地方哦 你可能就要查很久 不過這也沒辦法避免 因為以後你要程式寫得好 你一定要具備這種能力 你沒有這種能力 你程式寫不好 好 那這樣的話應該OK了 就是它 每跑一個 輸出一個 輸出下一個 一直往下跑 ok 來自清一下 4k 來自清一下 4k 4k 有沒有 怎麼又越多呢 錯在哪裡呢 特別之 對 c 因為它等於c加1對不對 當它下一個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 對 應該要把那個 c 這邊再把它等於0 所以c等於0應該放這邊應該比較 所以 C等於0應該放這邊應該比較 所以 對 應該是放 這個應該要放在當它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 應該是當它開始的時候就把它先歸零一下 不然如果你沒有歸零 它變成說它裡面已經有放了數字 那下一數字33 它又增加了四個有沒有 四個數字 所以它把它累加上去了 如果放這個 等於是說把c裡面的值歸零 它下一次就不會累加 OK 所以特別注意 放位置放錯 結果也不對 OK 來自清一下 好 這樣的話應該就對了 我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三個 這邊四個 這邊八個 這邊八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剛剛 再把重點為1 先寫裡面的 做判斷 再把外面包一個for i的回圈 就是列回圈 然後記得這邊要把它先c 先等於0歸零 不然的話它會累加 記得把這一個寫到那個 nest跟nest中間 因為它等於是判斷完累加了 先輸出 輸出到這邊 等到nest它跳回來之後 它就先歸零了 OK 好 那理論上我看一下 我的程式 這個是比較精簡的 那我在雲端上有放一個 我寫好的程式 不過我放的位置好像 我是放在上面 我是放在下面 其實 結果也是一樣 反正就是清除 清除池之後再回來 OK 另外當然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這邊是有做註解 看乾脆我等一下也把這個貼一下 先貼在上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來,貼一下 如果你剛剛那個程式假如不OK 我也把剛剛我寫的程式 也會再把它貼一份到雲端上面 所以我們該貼這裡 可以這樣整理一下 要好一點 marketplace marketplace 谢谢大家